好 接下來看到是政治人物的走春行程 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早上他是來到深坑老街走春 不少支持者大喊市長選總統 而且排長隊要合照簽名 不過到底要不要參選總統 侯友宜一周是沒有正面的回應 而國民黨內部似乎傳出來 正在醞釀一股半總統初選的聲浪 黨內人士也等於說 如果說沒有儘早表態 會與2024失之造畢 聽到這聲總統 新北市長侯友宜沒開眼笑 手上的紅包不自覺越發越快 但開工前夕卻連續兩天沒有公開行程 直到29號才露面 難道是台面下正鴨子滑水被戰 二零二次 行程沒有公開以外 還是滿滿行程 那我也留一點時間 早一點回家陪我家人 還有一些工作上 在開工我們就馬上就定位的事情 敏感議題只說了句心細事證 但是否有志於大位 接下來可不能再逃避 因為國民黨內政醞釀一股半 總統初選的聲浪 讓參選人透過公平機制出現 如果沒有及時表態 可能就與二零二次失之腳筆 不管是二零二次的立委或總統的 整個的提名作業 我們在南投 接下來南投補選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 但是我們堅定的立場 就是國民黨會走對的路 如果順利三月初啟動提名辦法 沿你七月前就能確定 由誰代表國民黨參戰 而目前包含張亞中 趙少康都扶上檯面 總教練朱立倫也沒把話說死 可能親自上場 但侯友宜還具有市長身份 到底要如何華麗轉身 朱主席很認真很努力 再辦理好主席的角色 我現在是新北市長的市長角色 越是強調新北市市長轉戰 二零二四的衝擊恐怕越高 如何儘早超定遊戲規則 考驗朱立倫的領導指揮 這裡是周國鋒 留意清採訪報道